我们再来关心导演纽承泽为了拍摄他的新电影《军中乐园》 上个月出道海军左营军港勘警的时候 假造人员名单让中国籍的摄影师曹玉冒名进入 还登上了军舰 这样的做法引起朝野立委跟民众同声批评 国防部现在已经决定将全案移送法办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并且要终止对这部电影的拍片协助 知名导演纽承泽为拍新戏《军中乐园》 6月1号前往海军左营军港勘警 剧主23人中包括曾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奖的 中国籍摄影师曹玉 不过军方之前早已拒绝曹玉进入军区 但当天曹玉却假冒我国籍人士 跟着剧主进到左营军港 还登上海军的中邦舰与中训舰 海军7月4号决定将本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依要塞堡垒地带法侵入要塞罪嫌 与刑法伪造文书罪嫌 调查曹玉与纽承泽等人的相关责任 国防卫由于纽承泽违反军方规定 所以决定终止协助纽承泽拍片计划 曹玉立委都支持军方的相关决定 纽承泽目前仍在希腊无法取得联络 布哈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反省 拍电影的人为了想拍出厉害的作品 常常会无所不用其极 善用全音之计 是到了该检讨的时候 另外由于海军是在事后才发现 曹玉冒名进入军区 海军表示将调查书师 以规定惩处 并通令全军加强管制及人员查验 记者 张志雄 张子佳 台北报导